花蓮建走活动在寿风珠穗建设及预防犯罪宣导 8号下午是在鲤鱼潭的观光风景区举行 由县警察局带来战绩演练、名利指挥演出之外 还有警用装备展示及正立宣导 邀请民众趁着暑假在鲤鱼潭漫步建走 2023爱恋花蓮建走活动在寿风珠穗建设及预防犯罪宣导 8日周六下午在寿风向鲤鱼潭观光风景区热闹开走 包含县长徐正伟、华林县检察局长吕世民都出席活动 邀请民众趁着暑假一起走完4.9公里 欣赏鲤鱼潭美丽风景 无论是四五点或者是日震当中或者是下午的三四点 其实在整个鲤鱼潭环潭有非常多的乡亲 以及我们的来自于外县市的游客都会在我们这个漫游在鲤鱼潭上面 所以为什么常常每一年我们都一定会在鲤鱼潭见走 因为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有美好的山景还有我们的檀面、檀景 以及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自然环境的芬多金 然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重管处 第一个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红蜜鱼要放暑假 这一次也把我们的檀边的整个环境的设施整个提升 那另外对我们檀上面有一些那个有一些这个 这个高角桥的部分我要谢谢 那我们每一年在鲤鱼潭办龙舟竞技 每一年在鲤鱼潭10月份我们也办国际龙舟赛 另外在这个整个每一年的暑假 在鲤鱼潭上我们也办了红蜜蜜蜜蜜放暑假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花莲 认识花莲爱上花莲 花莲线警察局也带来远景战绩演练 歌舞表演 迷利交通指挥演出 并提供请用装备 中期展示及收封箱农会的农产品展售 配合相关局处的业务政令宣导 集合捐发票 先爱新做公益以及抽奖活动 呼吁在炎热夏天做好防晒之余 也要让民众的暑假过得更充实 记者长邦彦收封箱报导